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为,1931年11月,中华苏维埃共和国,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,他当选为中央副主席,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,却叛党逼走,最终克死一国,死后子女出不起丧葬废,他就是此人,在长征之前,国陶为革命做出了不少贡献,他是一大代表,参与领导了五大运动, 1930年进入恶利满根据地后,担任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,1931年还当选为苏区中央副主席,但是,岁月一人,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,国陶的野心开始膨胀, 1935年,红军会师之后,作为红四方面军总负责人的国焘,妄图以军力胁迫,以获得最高权,他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,立足南下,另立第二中央,南下师,败后,他没有出路,被迫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, 进入闪战宁边区之后,国焘仁边区副主席,代理主席,1937年,一向心高气傲的国焘对自己的前途心灰意冷,建生叛党,叛逃之一, 1938年4月,国焘戒祭败黄丽玲之际,从西安逃至武汉,公开叛变投靠了蒋介石, 后来,他被开除了党籍,投奔蒋介石后,国焘先后委身于军统,中统等处, 但是,官场的轻压令他郁郁不得致,很快,他就被国民党所排挤,冷冻, 1948年底,蒋介石大势一举,国民党许多高官险料,纷纷逃到中台省, 国焘也在帮忙中,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市,他携家战口逃台后, 举目无清,没有收入,处境凄惨,奔波数日,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, 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,可数年过去了, 国民党既没有给他担排工作,也没有给他补贴收入, 在中国台省,国焘生活凄惨,十不果腹,一不笔,提议, 后来,他想法移居到了港市,1961年,美堪萨斯大学派人找到他, 希望他能写本回忆录,每月给他2000港币作为研究费用, 从此,他积极投入回忆录的写作之中,花了四年时间后,终于写成了我的回忆共三册, 约一百万字,1968年,国焘居家迁往加拿大,在加拿大,国焘生活更加凄惨, 子女整日为生计奔波,无暇照顾他,没多久后,75岁的他, 在万般无奈中,住进了免费的养老院,加拿大有规定, 年满75岁可住免费的养老院,1976年的一天, 79岁的国焘突然中风,又半身完全瘫痪, 生活从此不能自理,1979年11月26日,在他82岁生日时, 子女们将他从老人院接到大儿子的家中,在大儿子家中, 国焘吃过饭后说,我不愿再回到严寒男人的老人病人, 但当时三个儿子心筋微薄,都是勉强度日,再养活国焘就更结局困难, 不得已,国焘只能又回到他不愿住的老人院, 1979年度,加拿大一场寒冷,大雪连绵不断, 12月2日夜,病床上的国焘翻身时,把被子羽毛毯弄到了地上, 数次按灵教护士,却无反应, 3日凌晨5时,国焘在贫病交加中去世, 客死一国,国焘死后,他的三个儿子都有家事,生活比较艰难, 无力分摊全部的丧葬费,出不起丧葬费的儿子们, 只好通过关系向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燕士, 借了3500美元,用于处理国焘的后事, 1979年12月5日,国焘被安葬在多伦多的一个公墓中,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